出奇不易就看出戏 和我一起看剧出戏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追剧达人李童 在今天这里 我要推荐的就是 腾讯视频的 服饰双胶传 首先我这一次 饰演的福金展 它是一个敢爱敢恨 也没有敢爱敢恨吧 它好像一直在爱 就是一个性格 它比较 意志比较坚定 然后它是对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喜欢的人 非常执着 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类型 就是那种 非常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又可爱又坚定 然后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 相似的点就是在于 我们两个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我们对自己喜欢的人 都充满了这种 要保护他们 要守护自己家人的 这种感情 我们是共通的 这种事对他来说 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我一定不会急赞 然后就是 我们都是好人 对于弱 就是弱者会伸出手来相助 而且也不能放任 他人 欺凌他人的这种行为 我们都会主动的去 会对他人伸出援手 打你呢 别再让我看见你偷东西 否则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然后不同的地方在于 就是毕竟 我跟金展的这个成长环境 然后目前为止的经历 都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我可能 性格上跟他 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地方 就我没法做到 像金展那么 完全的直率 然后是 他的那种 天真烂漫的感觉 跟我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次的造型里面 其实我比较喜欢 当了皇后以后的造型 因为皇后的衣服配色 我都很喜欢 像一套绿色跟红色配的 紫色和金色配的 我觉得非常的贵气 然后皇后的那个头发 也挺好看的 就感觉 是我理想中的那种造型 觉得能穿这么多漂亮衣服 挺感动的 主要还是因为我以前 戏粉跟衣服都太少 所以相比之下 感觉金展的衣服就特别多了 后面有一场吧 主要那场男是男在天气的 因为一直在下雨 就雨很大 我们那天很早就到了 然后到了以后 雨一直在下 然后就是好几次都说 准备要拍了 然后我们又回车上 又下来又停到车上 最后要是再不拍 今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地的上方织了一个棚 然后勉强造出 不是雨天的效果 那天就是等了特别久 反反复复 很磨人 我们整部都是在冬天拍的 我觉得冷到还好吧 到后来都有点习惯了 而且因为裙子很长 其实底下可以贴点 暖宝宝什么的 就动一动 就不是特别冷了 主要不是晚上 不是晚上就还好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戏的时候 我还跟孟孟去打羽毛球来着 后来因为我们的剧都是 就是基本上 预展跟薛荣的戏粉都在一起拍 然后我跟江少的戏粉都在一起拍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大家都在各自拍各自的 然后拍完以后就各回各家 我们这个戏粉特别的好 大家平时在片场齐了融融 然后结束以后甚至没有人想去去一块吃个饭什么的 大家趁着都直接就各回各家 跟上学似的 对我们就在这边每天自己拍完 放学了各回各家 特别的像在学校一样 我听到有什么隔壁组 就是晚上组局喝到半夜三点 别的班都没下课呢 你们都小点声 听听没 有一天晚上 就是我还有那个志婷哥 还有那个孟孟 还有那个汪春 我们四个一块拍戏 那是晚上 然后那天 就是在等的时间里 我就把那个手机里面 那个换脸的软件掉出来 大家就是拍照 然后换脸 照片非常的好笑 面目猙獰 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个照片我放出来 我害怕他们几个人 经纪人会联手谋杀我 我看什么都是开弹幕看的 我喜欢弹幕 我觉得弹幕的话 就感觉像是很多人 在陪我一起看这样的感觉 弹幕的话 就主要是那种说的话 真的非常有趣的话 我就真的会注意它 因为很好笑 就是我演过最可爱的角色 太喜欢了 带过气氛最融洽的一个剧组 大家都非常就是相处起来 没有压力也没有负担 然后都是非常亲切 又好相处的人 安利担当吧 经常会买奇怪的东西 给大家安利 小可爱 我觉得林四姨挺可爱的吧 柴珍珍 挺可爱的 谁最下雕 是汪卓成 为什么 汪卓成天生就是有一种 天然的气质 就是它有一种那种 迪士尼根主一样 那种出于尼而不然的气质 你说话 这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就是这部剧 它有包含着很多很多的感情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单方面往哪个地方去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合家观看 因为它有甜宠 但又不必太过 它有虐心 但也没有太虐 它有搞笑的地方 但又不是纯粹的搞笑 总之就是什么元素都有一点 可以带上全家人一起观看 不会有任何触格的地方 是可以家庭放心观看的好剧 我们下期再见